一个男人和你分手,却不删除你的微信,十有八九是这三个原因,当你分手了,你是会选择直接删除对方微信,还是会留下,其实不管删除还是留下,都没什么对错,有的人觉得既然已经不可挽回了,不如分的干脆一点,该断的都断掉,有的人却觉得毕竟也是相爱一场,留着做个纪念也未尝不可,如果他还在你心里,你就是删掉微信,他也不会立刻消失, 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,除非自己真正的把他从心底里连根拔起,不留一丝痕迹,那删不删微信也没什么多大意义,因为即使夹着,他也不会再关注你,不管男人还是女人,都会被感情牵绊,有了感情就有了软肋,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丧骨动筋,而如果一个男人和你分手,却不删除你的微信呢,那又是为什么,我想十有八九是这三个原因吧, 一,他不删除你的微信,是因为心里还有你,也许你们是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而分开,你们之间还有感情,心里还有彼此,自然不舍得删除你的微信,他想的也许哪天你们还能重新在一起,事完分手了,你们还是男女断情,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在微信里和你聊天,而你看到的时候,总是不知道该回还是不该回,你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, 还有哪种痛,比明明相爱,却不能在一起更痛的呢,他不删除微信,只是因为心里还有你,还盼望着有一天和你和好,拥有属于你们的未来,你们只是名义上分手了,而心里并没有真正分手,如果是这样的情况,那不如好好想一想,要不要克服一次障碍,努力在一起,试一次,啊,他不删除你的微信,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, 说完分手了,但他却仍然把你当备胎,他也不知道和你分手,能不能找到比你更适合他的人,所以要先留着你的微信,那以哪天需要呢?他会有事没事的撩你一下,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,当初说分手的是他,现在和你联系的还是他,都不清楚他心里到底什么想法,也许他对你没有多少感情,但他觉得你还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,他才会那么矛盾,既想放弃你,又想完全放掉你。 当有一天他找到比你更合适的人,也许就是你们彻底短断的那一天,如果你觉得他是这样的男人,记得先删除他的微信,不给他撩你的机会,也是不给他再次伤害你的机会。 三,他不删除你的微信,是因为彻底放下了,有人分手后不删除微信,是因为心里还没有完全放下,总想着要复合,有人分手后不删除微信,却因为彻底放下,觉得无所谓,只有当一个人心浓后,才会不理会那个微信的, 对他来说,你的微信就如同他微信里加的那些微伤,或者其他陌生人一样,只是单纯的一个微信而已,并不代表什么。 即使你还在他的微信列表里,也只是占用了一个位置而已,他不会再开启你的对话框,不会再主动和你聊天。 你以为他不删除你的微信,是因为心里还有你,而恰恰相反,或许是因为他彻底放下了,才会这么坦然。 如果你发现他是真的完完全全放弃你了,记得别留恋,转身大步朝前走,更好的那个他在前面等着你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